大马路上演了追逐战 大家在追的是一名33岁的男子 因为他到超商领取包裹 取货了却没有付款 这名男子呢是抓了包裹 就随即离开店面 店员发现之后沿路的追赶 一路跑进了巷弄 热心民众发现之后 也帮忙追人并且报警 原来男子到店家取了三件的包裹 总共价值有三万多元 没钱结账 洋装说要买饮料 趁店员没注意抓了就跑 行径涉嫌偷窃 最后被依现刑犯逮捕